昨天,原中共江苏省江英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同志 因患肺癌一致无效,在华西村的家中逝世,享年85岁 新华社发文称,吴仁宝是当代农村干部的杰出代表 留在他身后的是除了天下第一村名号,百亿级村集体资产之外 其独树一致打造成的华西市的集体经济模式,也是值得分析和审视 吴仁宝是江苏省华西村的原党委书记 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党大会代表 几十年来,他带领华西农民坚持共同富裕 走出了一条具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昔日人人穷的没饭吃,到今天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 人均存款超百万元 华西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 创造了中国农村多项第一 他也被人们誉为农民思想家,中国农民第一人 吴仁宝说,我是穷过来的,看到有人穷我就心疼 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 这是我的原动力 正是凭着这个信念才有了今天的天下第一村 华西有个土标准,社会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,可处可及的 是让人民真正幸福 华西村早在多年前就大体实现了交接班 本世纪初,吴仁宝四子吴歇恩 接任华西集团董事长、总经理和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仁宝其他几个子女分别管理华西集团不同的业务板块